你之前一直说 如果暴露的话 大不了就带我去 深山老林里面 弄弄我现在对 深山老林的生活 充满了向往 什么 住山洞了 钻木去火了 摘野果子了 打野兔了 这 这完全就是玩 野外生存嘛 你就这么想体验 原始人的生活吗 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 你以后的生活 你迟早会被逼到 深山老林去的 既然我们分手了 那我们有来有往 你去过我家 我要去看看你以后的家 买卖不成 人亦宰 是不是 要不然就当做一次 别样的分手旅行了 好啊 不过晚上 山洞里会有老鼠和蛇 下雨的时候还会漏雨 没问题 我是吓大的 不如我们现在就回去收拾 明天就出发 走 快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启飞的动作 记得吗 你 准备启飞 你那也能算飞 最多算个青蛙跳 山里空气真好 老天还送我们雨 这地方会有人来吗 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悬崖 不坐直升机的话 没人能过来 真的 太好了 我带着泳衣 我要游泳 你还真以为是度假呀 住在这种地方 怎么能不游泳呢 放心 我还给你带着泳客 眼看就中午了 午饭还没着乱 对啊 对啊 那现在怎么办 打猎吗 得先找好晚上住的地方 这里随时会下雨 还有毒蛇猛兽 接着还有生火 因为山里面温差很大的 入夜之后呢会很冷 好呀 那我们先去找山洞 你去打猎 生火这种事情就交给我了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山里人过生活真不容易 我捡了这么多柴 快把我累死了 你不饿吗 还有时间跟我在这里搞笑 我真的很想来搞笑的吗 我饿了 我也很努力地在捡了 但干暑之真的很少 算了 那就吃饱了再去捡 你带吃的了吗 烧烤酱算吗 在这里等我 薛妖怪 你别帮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啊 都是我害的薛妖怪 要远离人群 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 我还当是来度假的 这种地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别怕 是过路云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来得快 去得也快 薛妖怪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当野人我也要当野人 我不要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我听到了不得了的话 不要留我一个人 不要留我一个人 这句话 好像在灵魂深处回想了五百年 呐喊过了千万遍 这句话 终于得到了婚姻 终于得到了婚姻 这儿 薛妖怪帮我换的 醒了 幸亏不是吉他女蜜星 要不然家庭都被你撞出来了 你都这样了 还有心情黑别人 我看看 挺好的 没流血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你说我激动什么呀 昨天晚上还在山洞 一大早上起来 在这陌生的房间 画风差这么多 你说我激动什么呀 而且还有 这 还有这 这衣服 昨天下雨 你的衣服都湿了 所以我帮你换了 只是换了衣服吗 你饿了吗 你饿了吗 饿你个头啊 你到底把我带什么地方来了 深山里的度假屋 只有直升机能飞到这里 户外攀岩爱好者也喜欢来这里 如果我在人类社会生活不下去的话 只能住在这种地方 远离人群 孤零零的一个人 真的好惨啊 放松 太しく一点 我 entrepreneurs 帐家 有 vaig 方黄 当然有问题 这哪是什么神山老林啊 分明就是童话小屋啊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我被你骗了那么久 我来之前还去偷偷学了 怎么算木取火啊 所以呢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你戴恩妇都借你 所以看着我被耍得 团团转得蠢呀 你心里定爽爆了 你是不是就是 故意看我笑好吗 只有我一个人 傻乎乎地担心你的未来 静止 对不起 我不应该耍你 不过 谢谢你担心我 谢谢 你又要耍什么花样啊 就算我之前做得那么 一点点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是不是也该消气了 静止 我错了 你不是什么倒霉鬼 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你给了我美好的回忆 我们最后这样 也算是有了一个 好聚好散的结局 很抱歉我不是正常人类 可偏偏还是招惹了你 原谅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永远记得你 以后还有没有一个倒霉蛋 吃你做的饭 但你兜嘴 这么没出息地喜欢你呢 长生很可怕 可是我更怕留你一个人 孤独地活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